TSA 或 BCA 政府在這方面的蠢蠢欲動 今天亦有報導說政府似乎已經有一個意向恢復 在林鄭的競選政綱當中講各自 然後有一個完整的檢討 然後才做的 我自己至少沒有被認真地、充分地諮詢過 而政府的諮詢 譬如現在的委員會代表性不足 他所提供的一些問卷 已經被批評為有引渡性 當中的一些成員也有利益上的衝突之嫌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做TSA 或 BCA 的決策 是否一個理想 我們關注的問題 不僅是他有沒有操練的問題 而是整個的決策過程究竟是否合理 還有就是TSA 現在所影響的 已經進入了學校的正規課堂 旅頭的生態 這麽嚴重的影響 我相信是要做一個很完整的檢討 才能夠做出一個比較令大家有說服力的政策建議 TSA 是在初小的階段 已經給壓力是我們的學生 現在 我們能不能夠在這個問題上 採取一個合理的做法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我們暫停了它 然後我們真的認真 有一個充分的代表性的組織 或者委員會來檢視它 然後才提出一個大家有信服力的做法 現在強行地推出來 或者想想各種方法 避開了一些問題 來提出來 最終其實只會引起更大的對立和分化 而且我相信這個問題會非常非常嚴重 我在這裏很認真地向局方進言 我們希望這個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 而不是一種粗暴的方式來處理